大家好,我是多恩多方脸 最近网上流传一段视频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段视频呢,讲的是一个浙大博士送外卖的情况 类似的情况呢,还有很多 之前传出了一个法学硕士去送外卖 这个其实和前段时间 孔毅长山在网上流行有些类似 讲的就是当代大学生读了个书 出来却觉得没啥用 找不到好的工作 这种具有高学历的人士 却从事体力劳动行业的情况呢 让我想起了曾经的委内瑞拉 只是不同的是呢 委内瑞拉它地处拉美 然后整个拉美呢 它国家之间的互相流动性比较好 所以委内瑞拉经济出现问题之后呢 大量的委内瑞拉博士、牙医、律师 这些原先的高端白领 开始进入哥伦比亚去刷盘子 从事一些基础劳动力的岗位 这种情况呢 其实和目前的中国十分类似 当然你也可以说 上面那些人呢 都是中国的个领 但是其实从宏观上也能体现出来 而这一体现呢 就体现在年轻人的失业率上 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的行情呢 年轻人失业率特别高 但整个社会的失业率还行 中国目前青年人的失业率 达到了20%以上 但是整个社会呢 他的失业率只有5.1% 当然有人说了 这个数据有问题 我最近呢 确实也收到很多粉丝的留言 以及投稿 都在各国说呢 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 为了保持就业率 搞各种虚假就业 其实呢 我也认为这个数值就是有问题的 但是就算这个数据有问题 中国现在的青年失业率 和普通人之间的失业率 差距也足够大了 我之前发过日本的失业率 在日本失业的高峰 也就是2003年左右 社会的整体失业率在5.3% 而青年的失业率 也才仅为10.1% 中间的差距不到5% 欧盟最近因为受到了 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的双重打击 失业率也是居高不下 但是这两者的差值呢 也仅为7.8% 我们还记得中国是多少吗 中国在这上面的差值 是15.3% 而且呢 这还仅仅是开始 而且呢 这个数据还有严重的水分 那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了中国这个情况呢 其实就是中国已经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每次我说中国经济问题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 哎 你又说中国崩溃了 中国现在好得很呢 你又出来造谣 中国现在不是还是正增长吗 我们的增长指数 有时候比美国还多得多呢 那更别提什么日本了 欧洲了 但是其实对于中国来说 GDP的增长率 如果长期保持在3%以下 或者说3%左右 那就是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无疑了 中国面临全面衰退 只是时间问题 而且同样和这些发达国家对比 人家是不增长 增长0% 其对于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 都会比你增长3% 要少得多得多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真的是因为我在尬黑中国吗 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们要先说一下 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 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原因 是因为基本上所有的国家 它早期发展 都是依靠人口红利的 也就是所谓的廉价劳动力 但是廉价劳动力 它突出的自然是廉价两个字 所以这就很矛盾 你的人民GDP一上涨 你的劳动力就不再廉价了 所以呢 一个国家需要进行产业升级 摆脱廉价劳动力的一个身份 就像你现在系数 所有的发达国家 都可以发现的 这些国家 要不然支柱产业 就是卖天然气 卖石油 这些资源 要不然呢 就是有一些创新的科技 反正肯定不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 想要成为发达国家 要不然呢 就指望突然在地下 发现世界第一大油田 要不然呢 就要进行转型 从纯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国家 转型为依靠科技创新的国家 否则呢 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的前途 而如果转型成功 则代表你卖过中等收入陷阱 而如果转型失败 则代表你深深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之后 带来的则是衰退 也就是所谓的拉美化 那就有人要问了 我转型失败 我不能接着做我的廉价劳动力吗 每年我不增长不就行了吗 维持原样不就可以了吗 其实不会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呢 我要先问一个问题 就是这些企业呢 为什么早没有搬走 为什么没有在你刚刚发展一下 人工就变贵的时候就搬走 而是在某一个特殊阶段 集体搬走呢 这就要说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搬走它是需要成本 因为你到新的地方要适应 去建立新的供应链体系 而这些呢 其实都是需要成本 但是同样呢 一旦企业搬走 再搬回来 也是需要成本 这边我们举个例子 就比如现在的印度和中国 前几年苹果 为什么不愿意去印度 中美关系 没差到那个地步 是一个原因 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 苹果它搬迁过去 是需要成本 这个成本可能包括建厂的成本 建议相关供应链的成本 打通政府关系的成本 新建运输路线的成本 等等等等 而中国虽然人工一直在涨 但是不足以让这些企业下定决心 而现在在人工费用暴涨 和中美关系恶化的双重价值下 这些企业呢 终于下定决心搬走了 而搬走之后呢 到新的地方扎根 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 但是几年之后呢 中国对比印度原有的优势 就会消失 这时候你就不是在说 我稍微降个10%的工资 回到以前的水平 这些企业它就会扳回了 因为这些企业如果再想扳回中国 就会和当年搬去印度 面临一样的问题 这时候中国就必须要猛降成本 才能让这些企业扳回了 甚至降到和印度人一样的工资水平 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 像现在的汽车厂又开始搬回墨西哥一样 美国又开始买墨西哥的东西一样 其实这种代工厂的搬迁呢 是所有国家发展中 必须面临的一个问题 必须面临的一个转折点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你不能拿高科技行业给补充上去 那么你就必然迎来衰退 那这时候有人又会说了 你看现在的中国 科技创新不是还行吗 比如说有比亚迪 还有现在AI呢也在追赶 那为什么我还断定中国会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其实呢 对一个国家是否能迈过中等收入陷阱 它有很多技术指标 但是呢 最通俗易懂的指标应该还是GDP 而中等收入陷阱呢 一般会分为两个阶段 分别是初中期 初中期指的是大概呢 这个国家的人均GDP 在4000美元到12000美元之间 然后呢 之后就是中后期 中后期按照2018年的标准呢 是人均GDP在12600美元以上 而如果能达到15000美元到19000美元 这个区间呢 基本上你就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 一个大后期了 半只脚就等于卖过去了 而到底什么样的GDP增速 才能保证一个国家 卖过中等收入陷阱呢 根据立文经济研究所的一篇论文显示呢 它对最近呢 所有卖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进行了复盘 在初中期呢 这个经济体最少要保证 每年4.7%的GDP增速 而进入中后期阶段呢 则要保证每年至少有3.5%的GDP增速 否则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情况来看呢 要求中国在未来十年内 保持平均3.5%的增速 显然有一些困难 因为GDP增速往往是越来越低的 而中国最近刚刚半只脚 踏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个中后期 第一年GDP增速就折戟沉沙 为达到了3.5%的最低标准 2022年的GDP增速仅为3% 而且这个3.5% 还是我目前找到最低的一个标准 根据哈佛大学的另一份研究 则对中国的容忍度更低 他认为中国如果在2025年前 不能保证每年有5%到5.5%的GDP增速 代表中国必然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这一观点呢 其实是目前不少主流经济学家的看法 比如中国前财政部副部长 朱光耀也在一次会议上表示呢 中国至少要保证在2021年到2025年间 完成5%的每年GDP增速 才可能不进入中等收入陷阱 而我们最近三年加起来的平均值呢 才4.3% 其实有很多人呢 把这个原因甩锅给疫情 但是很显然今年疫情已经结束了 经济增速仍然没有好转 而且就算不看这些学者的研究 对比曾经卖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 我们也能看出很明显的差距 和我们最类似的就是韩台 如果按照美元实际购买力评价过后的 人均GDP来对比的话 现在的中国实际人均GDP 约等于1985年至1990年阶段的韩台 现在一般认为呢 韩国是从1988年开始进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后期的 而台湾呢则是在1986年 如果我们看看韩国的GDP增速 就能感觉到差距 其实所有国家的GDP增速呢 往往都是先起高后期低 而韩国在1988年的GDP增速为12% 而韩国除了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 直到2003年 韩国才陷入3%到5%的一个GDP增速 区间内 而台湾在1987年的GDP增速 也有12.7% 很显然呢 这些GDP增速呢 是中国望尘莫及的 而我们现在3%对比下来的实数寒酸 其实不论你怎么吹华为 怎么吹比亚迪 怎么吹中国的5G 中国的科技创新 这个GDP增速变慢了 其实就代表着你的科技创新停滞了 那中等收入陷阱 又是如何影响到青年的就业呢 又是如何造成我们开头所说的 青年大失业的一个情况 这要说一下我们现在中国青年的一个结构 李强说 今年中国新增就业人口为1500万 而今年新增的高校毕业生 预估人数呢 为1158万 这其实就可以看出来呢 中国现在新增的就业人口中 高校毕业生占到了绝大多数 并且还有越来越上涨的趋势 说明现在以及在未来 寻找就业的都会是一些高素质人才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因为中国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导致中国并不需要那么多高素质人才 也并不能提供如此多的岗位给这些高素质人才 此外因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经济发展停滞 代表着企业拒绝扩张了 这也就代表着新增的岗位变少了 在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 造成了大学毕业生成为其中最倒霉的一部分人 使得他们成为最难找工作的一批人 就像上面的人大硕士一样 中国现在没有那么多新增的律所 去提供岗位给这些年轻人 而就算有些人侥幸找到工作了 但是因为社会有大量的年轻人还要找工作 会等在你后面排队等你这个岗位 这就会造成即使你找到工作 你的工作压力也会非常大 当然这一问题并非只会影响高素质人才 只是他们最先感受到中等收入陷阱带来的含义 这个含义最后会传递到社会的所有人身上 既然中国即将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那是否代表着拉美化就是我们的未来呢 我们以后会和拉美国家一样的 因为这个你说是也对 说不是也不对 因为你说拉美化这个用词有点不太准确 它拉美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 现在的拉美有逐渐要成为发达国家的治理 也有已经崩溃成为世界第一难民输出国的委内瑞拉 还有表现平平的巴西和阿根廷 我们其实一般说拉美化呢 都是把中国未来呢 看作和巴西阿根廷一样 但是我觉得如果让中共这样统治下去 中国未来可能还做不到巴西和阿根廷那个样子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因为中国有两个比较大的潜在风险 第一个是中国的发展模式 第二个是中国的人口结构 尤其是人口结构 这个是拉美完全不具备的 首先要说一下发展模式的问题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的发展模式 就是政府不断卖地 从人民手里拿钱 或者呢通过城投公司去借钱 然后用拿来的资金呢去建基建 通过基建呢拉动GDP 拉高房价 之后房价高了就能卖更多的地 卖更贵的地 搞更大的基建 再拉升更多的GDP 形成一个循环 这个问题呢我说过很多次 其实这种循环呢 伴随着中等收入陷阱的到来呢 就会破灭 因为这套逻辑要想的运转的前提是 大基建它能拉动GDP 而为什么大基建能拉动GDP 那是因为大基建保障了该地区的供电 该地区的物流 这样能吸引一些制造业相关的企业 来这边生产 其实包括印度和越南 目前面临的问题 都是基建严重不足的问题 比如最近越南就传出呢 因为高温出现了工业园区断电的新闻 当然了这个问题 早期的中国也有 你要天天这么整断电 哪有企业敢来你这边生产 当然了我觉得越南和印度 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应该不大 而中国这种基建上的便利 就是中国过去几十年 除了人工便宜之外的最大吸引力 但是中国未来很尴尬的是 你以后路修得再好 电供应的再充足 也不会有企业来了 更抽象的一个问题是 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官员 好像没有反应过了 还带疯狂的搞基建 尤其是一些地区他越穷 他越喜欢搞 当然了拉美当年呢 也曾大规模举债过 这就是1970年到1980年的 拉美债务危机 不过拉美的债务问题模式呢 和中国不太一样 拉美呢 首先获取钱的方式就不同 它不是逼着人民去买房子 去借贷 而是整个国家呢 和发达国家去借款 1970年底呢 拉美的债务总量是290亿美元 但是到了1978年底呢 就猛增到1590亿美元了 之后再到1982年达到巅峰 一共借了3270亿美元 此外呢 拉美也不像中国 把所有拿来的钱都去搞基建了 而是把很大一部分钱 拿去发福利了 老实有人说啊 拉美是因为搞高福利 导致的崩溃 但你想想就算如此 拉美起码借钱呢 还能给人民做做福利 人民还能分到一点 而中国呢 只留下了一堆钢筋混凝土的坟墓 一些房子呢 还掏空了三代人的积蓄 此外呢 拉美的债务问题 也比中国要小得多 出现问题的政府外债呢 即使在拉美的最巅峰时期 1982年 政府的债务总量 也只占其GDP总量的50% 而根据中国社科院的数据呢 中国的债务总量 已经接近300% 当然这里要区分一下 上面说的是政府债务总量 这个说的是全社会 中国的债务呢 主要集中在民间债务上面 当然了 这个民间要打个引号 比如说这个非金融企业债务 其实包含各种承诺公司 只是我们不知道 承诺公司在其中的占比是多少 并且中国的债务还一直在攀升 最近中美之间的家庭债务趋势 已经开始出现了反转 中国的家庭债务 与可支配收入的一个比例 逐渐超越了美国 而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人又不太爱消费 借钱能去干嘛呢 那就是借钱买房子 全中国人都被房屋捆绑 都被这个地产泡沫捆绑 其实债务多了 它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的发展出现了停滞 债务就成为了大问题 而中国现在要伴随着发展停滞 面临债务危机了 并且一般一个国家 它债务越大 到最后就摔得越惨 更抽象的是 中国这个地方债 现在就像个黑洞 我们都不一定能算清楚 到底中国这些地方债欠了多少钱 除了发展模式不同 债务危机更大外 中国的人口结构也有巨大的问题 这是拉美不曾面对的 中国现在人口老龄化实在太严重了 这个人口老龄化 本应该是发达国家才面临的问题 但是在中国却提前到来 我们看这张图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的老年人口比例一直在上升 从2012年的14.3% 已经上涨到了2021年的18.9% 10年期间上涨了4.6% 但如果你仅仅看上面这张图 你可能觉得问题还不大 但是大家要带入时间去考虑 中国现在男性理论退休年龄是60岁 那大家有没有想过 2023年对应的60岁人口 是几几年出生的 是1963年 现在乍一说 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1963年是什么时候 1963年是三年大饥荒刚刚结束 而三年大饥荒是中国新生儿出生的低谷期 这也就是为什么 2019年、2020年、2021年 这三年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增长 并不多的一个原因 之后的1962年、1963年、1964年 中国迎安了几千年来 最大的一波新生儿出生潮 这个浪潮一直到1979年才稍微停止 而这波人口即将退休 我们再来想一想 2023年大学刚毕业的毕业生 应该是什么时候出生的 应该是在2000年左右 而2000年的出生人口仅为1740万人 而1963年则为2771万人 这意味着中国今年就将缩减1000万劳动力 而这个劳动力人口上的缩减 仅仅是刚刚开始 我们看这张图 这张图是按照出生人口预估的劳动力差值 劳动力缩减的问题将在未来几年逐渐严峻 并在2030年达到巅峰 以及在未来的2045年再创新高 当然这个差值只是理论上的 因为有的人不在60岁退休 你比如说中国目前的女性退休年龄是55岁 并且中国也在考虑延迟退休的事情 但是整体趋势不变 而这个趋势意味着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经济不发展 或者说发展比较慢 大家体感上可能掩饰严重的衰退 因为就算你的收入不变 但是整个社会赡养老人的成本要增加很多 这就会严重影响你的收入 中国的养老体系采用的是现收现负值 也就是当下的年轻人要养当下的老人 这个成本分摊到每个人的头上 会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 更别提如果中国出现大规模的衰退了 老年人口的激增将成为社会极大的负担 这也是拉美衰退时期所不具有的 所以其实你看看最近闹事的两拨人 分别是白纸革命的年轻人和白发革命的老人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这两类人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最先倒霉的两类人 其实有时候中共的错误并不一定在当下 你比如说文革 比如说计划生意 比如说三连大计划 它带来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后面慢慢偿还 当然了 我觉得这并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 其实已经应该可以卖过中等收入陷阱并成为发达国家了 但是这个卖过的趋势却硬生生的被中共暗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按道理来说呢 你想成为发达国家 那最需要的就是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 而产业升级科技创新最基本的条件 想想也知道那就是要有人才 而一个大学生其实就是活生生的人才 从这张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呢 中国在2022年的时候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 也就是本科和专科的人口呢 已经达到了总人口的10.3% 虽然和现在的一些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比如现在的加拿大 它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呢 占总人口的62% 但是呢 也没人要求中国一口吃争胖子 中国现在其实和当年韩台进行转型的时候 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已经差不多了 1990年韩国14岁以上完成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为9.4% 而根据研究显示呢 在1989年台湾参与劳动的人口中 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占比为15.03% 台湾这个虽然偏高 但是上面中国的数据是计算总人口的 而台湾是计算参与劳动的人口的 当时台湾参与劳动率呢 大概是60% 我们就假设其他的都是一些老人小孩不参与劳动 那么估算下来呢 台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也在9%以上 而1990年的阿根廷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只有5.7% 而巴西呢只有3.03% 拉美的智力呢还稍微高一点 有6.23% 有时候想想呢 你不论是中国还是韩国还是台湾 大家同属东亚文化圈 自古呢受到科举那一套的影响 所以都对学历呢有着迷一样的执着 而这种执着呢 却无形中助力了韩台成为发达国家 卖过中等收入陷阱 但中国人真的停散 你说拉美吧 他们人自己不爱读书 自己不爱发展科技 间接导致中等收入陷阱卖不过去就算 我们中国人天天工作卷 读书卷 最后可能大概率也卖不过去中等收入陷阱 甚至可能比大部分拉美人过得都还要惨 真的让人十分唏嘘 其实本来这一期呢 是想写共产党到底是怎么阻止中国人 卖过中等收入陷阱的 阻止中国成为发达国家 结果写写写又写跑题了 这个呢我们放到下一期讲 我是挖坑大师 多伦多方脸 感谢你观看我的节目 希望你多多点赞我的视频 这样可以增加YouTube推荐我的权重 我们下期再见